你说 陈先生 往期新青年 每期一百三十页 顶多不过两百页 这一期加上刚刚这篇文稿 这篇幅比平常扩了一倍 那这期新青年的定价 是不是 加一点 你的意思 还是你哥的意思 当然是我们兄弟俩一起的意思 不多 一角 一千五角一本 这期六角 我不同意 我们这一期做的是劳动节专号 是专门给那些劳工看的 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才多少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这里是长了一角 可就是这一角挡住了几千个工人 买不起这本杂志 那我们做出来给谁看 陈先生不会真的认为 这些劳工会看吧 他们买得起买不起我们另说 这些人中间有几个诗字呢 还不是读书人看 读书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们本来就计划着这期杂志 要拿到各个工厂和店铺去售卖 而且我们还要去演讲 帮助工人领会其中的道理 让他们明白限于贫困的根由 否则我们做那么多调查 意义何在 好好好 这都是陈先生的红眼计划 你们在外面的事呢 我们管不了 就说回杂志 这期杂志 有新版 有表格 排功比以前贵了许多 用纸多了一倍 如果不加价 我们亏不起呀 子盛 新青年自民国四年创开以来 都是在你群艺出版发行 销量最多的时候 每册能卖到一万五六千本 再加上广告收入 你们赚得不少啊 陈先生你别忘了 当初你出青年杂志 那是个烫手山芋 没人接 印数才一千册也卖不出去 后来改名新青年 销量才逐渐加上去 当然有赖于 陈先生这一年名望日浓 可维持它很难 近期新青年上的文章 越来越激进了 我担心惹出什么麻烦 被当局疯了 那才是有苦说不出啊 要想发财 要怕惹事 那就别在你们这里出了 上海又不是只有 你群艺一家书舍 话既然说到这一步 我就不妨挑明了 新青年这一期的稿子 新版已经刻了 表格已经排了 印刷厂已经开工了 你说说这种话 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啊 可以不在我们这里出 稿件你可以撤走 但是花出去的费用 你要承担你 陈先生 可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 这事到底怎么说 真心原价出售 一分都不能长 至于以后再说 好